也是一个外资企业 我们从第一天起拿的就是美元的投资 中国互联网几乎所有的主流公司都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严格意义上讲就是都是拿了美元的投资 中国对于外资我认为在这方面还是很开放的 相反是美国的话我们现在都不太去敢去投资美国的公司 更敢去买他们的公司 我看到的数字就是2018年中国的资金在美国的投资 相比2017年下降了70% 不是没有机会了 是因为我们不太敢做了 你一旦就是跟别人谈了半天 最后要去投了 到美国那个C部署审查 他再不让你过 那么这个风险还是很高的 我觉得只有开放我们自己国家的企业 才能够竞争力会越来越强 就是过去这40年的改革开放 其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你越是没有保护的地方呢 你发现就是这个发展的越好 越是保护呢 其实他自己能力提升的速度就越慢 这个产业呢 其实相对国际领先视频来说呢 就越落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